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养斗 这一部分就是储位 储藏的储 这储位上面有一条棱子 叫毒灵儿 学名是储位观众沟 这个部位有花嗝的 硫胃 这个部分一层一层有很多层 长着牛身上叫百叶 一百叶的一本书 长在羊身上叫散断 继续向大家看 这一部分 真胃 真讲的真 有胃黏膜当分泌胃液滑溜溜的 从这以后就是肠 现在我们把它分割开 这个幽门阔跃跃机 做蘑菇头 这个真胃的胃体 待会咱爆盘蘑菇 这个一页一页的 散单 又脆又嫩 这个有花格 葫芦 这是羊的食道 要做食杏 这一条毒领 做毒领和羊肚人 这一块 是羊的储位 储藏的储 这个做毒板和肚心 一个羊肚 四个位 一个专业做爆肚的店 必须得做出九种爆肚 什么叫爆啊 生料下锅 忘火速熟 这就叫爆 爆好没爆好 全凭是厨师的照理 胖胖的肚子感觉 知道 下锅 走走走 现在感觉有弹性了 好了 一盘羊肚 这吃爆肚啊 有人喜欢嫩的 有人喜欢老的 可老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整吞整宴 完全嚼不烂 乾隆年间啊 有一词人 叫杨密仁 他曾经写过一首词 是这么写的 入汤清特便微温 佐料齐全 九亿尊 尺寸未能兜嚼烂 胡伦下咽 果生吞 您留神注意 这最后俩字 可是生吞 而且吃爆肚啊 占的这个佐料 也相当讲究 这吃爆肚 有吃爆肚的讲究 首先 这份佐料 得是爆肚的专用佐料 您别拿那个 涮肉佐料代表 这佐料好几层的 这是金生龙一百多年 三代人研究的结果 把佐料像打鸡蛋一样 祸云 因为它好几层的 吃的时候 您就加一块 抹着碗底 脱着香菜葱 来 个头操牙上的嚼啊 这嚼得嘎吱嘎吱响 旁边的临坐的呀 以为您吃一口 嫩黄瓜的 甭提 您准时吃爆肚的老行家 爆肚房 价格人均消费三十元 电话65279051 地址 建德桥西北角 东四石条桥西200米 路南青云大厦首层